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后来发现 应该是为了心系再炒作 其实这两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的原因 就是二人背景相差太大 马思纯的妈妈是蒋恩利的姐姐兼经纪人 虽然马思纯也是一路慢慢打拼上来的 但是有了这样的背景 可以说打拼也比别人快很多 而欧豪则是通过快男出道 并且从一开始就走的是凤凰男的路线 这样的两个人确实差距很大 但是我们要说的不平等 并不仅仅是这个方面 而是在感情上 这两人的关系却和家庭背景完全相反 背景是马思纯强势 但是感情中他确实若是方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马思纯 对欧豪要比男方对他的感情深很多 从一开始欧豪就没有打算承认这份恋情 一个劲的在否认 而马思纯成为金马影后之后 便立即曝光了这份恋情 随后马思纯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带到欧豪 想要尽力提携他 不过看人家南方的采访 七月是欧豪的 但是欧豪却是喜欢他的人的 再加上欧豪从一开始绯闻就没断过 今天爆出这个 明天爆出那个 明天爆出这个